各位先生好 又是我Kenny 和大家吃的馬場花生 今天初五快活谷蛤蛤 又說跑馬了 真是各位馬迷度馬都沒有時間 馬會以為我們買馬就不用想 見到就買就行 第八場二班千二有隻高柏辛馬房 連連旺 高柏辛打咪的時候對這隻連連旺 有些什麼說 高柏辛打咪的時候就說 這隻馬就善於在跑馬地 作賽這樣說 因為跑馬地是短直路 比較適合這隻連連旺的發揮 而且這隻馬 以往都曾經在跑馬地 這個馬場有良好的表現 連連旺唯一一場在香港的頭馬 就是在這個路程 谷草千二米 曾經擊敗過紅旗星象 這次連連旺 自從上次跑 沙田千二 這次就一個屈尾十 回來跑回他的唯一 贏馬路程佩蘇紹輝 抽到很多連馬師 都想著最好的黃金一檔 誰知道高柏辛 就有些事情跟大家說說 高柏辛就說 這隻馬跑法是留後的 老友 所以這次抽一檔 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反而排外檔會更加有利 高柏辛就說 留後馬一檔可能要找位 或者要篩出去 這樣說 不過這隻連連旺的狀態 一直保持得很好 這樣說 希望這次繼續在谷草 都交到好表現 順帶一提 神邊輝本來就跑 今晚的合約期就完滿了 不過他為了安採 就申請2月2號跑多一天 應該原本來計 今天年初五的夜馬 就是蘇紹輝送行的最後一日 有沒有頭馬見面 各位師兄刷一刷他 至於這隻連連旺 高柏辛馬房的馬 各位投不投注 當然是老鳳師兄自己定奪 講開又講 賀賢馬房那隻明德之聲 前一仗就由欺威心拆騎 其實除了上仗之外 欺威心好像騎了三次 前一次跑谷草千八米 被人混了大判條直路 末段衝上來整個耿頸四 走勢都不差 但不知為何 上次換潘先生的屁股 一錯下去 田草千八米 就變了3.7倍的大熱門 這個馬房的大熱門 不知為何 總之就是 背了鑊回來 跑得過第十尾 賽後 我也記得 競賽小組 迫著潘頓 不斷問問問問 明天這隻明德之聲 就重新由欺威心來接手 欺威心就說 重新可以騎回這隻馬 當然是好交慶 這一個南非騎師今場分析 他說 明德之聲前一鋒 都在我的屁股底下 在谷草直路受了 當然是悲傷 我這樣說 我夠膽這樣說 若不是有意外 欺威心說 他說他應該會跑得更加接近 欺威心是這樣說 他說上次再跑沙田 都不是由我騎 我不知道他為何輸了 不過 隻馬一復課之後 就操練正常 他說近期的狀態 都是對板 欺威心自己評價 他說明德之聲 看起來比較適合跑谷草 他說今場跑1650 因為前一次 欺威心其實是千八 他說今次跑谷草1650 都是最佳的射程範圍 你這隻手槍是什麼射程範圍 欺威心 他說只要可以交回前一次的水準 他說對這個明德之聲的爭勝機會 是十分樂觀 這樣說 這個馬房 再回答這位騎士 這隻明德之聲 各位投不投注 師兄自己定奪啦 講開又講 各位注意注意 嗶嗶嗶嗶嗶嗶嗶 馬場新聞報道 霍利時馬房那隻超取 本來報了六場三班1650 是正選來的 因為左後面的車胎 不良於行 宣佈退出賽事 由徐宇石馬房的藍莊家寶 補相 就由楊明倫去拆騎 這隻藍莊家寶 補相 今次就抽到個十二檔起步 這隻是後上馬來的 小弟就溫馨提示 不要白費心機刨錯馬 更加千萬不要畫錯飛 講開又講 原來羅富泉近這兩個菊草日馬 都可以逼到頭馬出來 明天剛剛贏了那隻神舟足福星 就已經又再出了 提下敗仗的神龍區 就已經保重了 列陣五場四班的神舟福星 羅富泉有什麼說啊 羅富泉就說 這次上次贏了沙田千八米之後 狀態就保持 他說今次再由潘先生 那一塊屁股坐上去 他說人馬駕輕就熟之下 可以望再交到成績 各位都有聽小弟的頻道都說 這隻神舟福星 當日是落飛 是紅紅聲 漂如雨下 頂著這隻神龍區 神龍區再出都保重了 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神舟福星 在第五場四班千八集前 有沒有飛落啊 至於羅富泉另外一隻 五班1650的安定繁勝 暫時就沒有1650米的賽職 連續拼了三劑 兩個第四 一個第二回來 上次在莫雷拉跨下出閘 被人撞撞 接著兜去外檔 追上來千二 邊場莫及 老友記 羅富泉打咪的時候 怎麼說呢 羅富泉就說 對他上次在千二米的表現 感到失望感 Very Disappointed 不單止羅富泉你 我也很失望啊 陰公 他又說這隻安定繁勝 翻步是比較慢的 他又說真情初跑真情一里 目的是尋求奪破這樣說 陳百強那一首奪破 相信有很多馬迷一聽到這首 突破新一代 立即好像領回電視機 以前的顯像館那種 這一隻神安定繁勝 這次真情跑1650 其實在千四米都近過 羅富泉就說這隻翻步比較慢 希望尋求突破 而且為這隻馬 希望可以為馬主 打開這個勝利之門 這樣說 講開又講 明天丁冠浩第九場二班1650 那隻哈佬爹地 哈仔爹地 大家都有印象 是不是 賈斯洛和盧海鵬 盧Derek他們一起做的 這隻哈佬爹地 原來都是大有名頭 就是一代馬王好爸爸的同主馬 這隻馬 在上星期二試一千米草集的時候 袁先生馬主也親自去到場看這隻馬試集 結果在巴道底下 拿到第三名回來 袁先生日前就分享 想和連馬師丁丁丁冠浩合作的經過 他又說 我將這隻哈佬爹地 交給丁冠浩訓練 是因為我和他早有淵源 就結下情願 他說記得我以前名下那隻叫做長長勝利 在2002年大雨龐沢之下都贏了馬 當時爬上去那隻馬 那位人興就是叫做丁冠浩 他說丁冠浩現在都是做了練馬師 他是由馬會培育出來的紅富仔出身 由低造起 又拼搏精神 我很欣賞他這樣說 所以就把哈佬爹地 給丁冠浩訓練 他說丁冠浩對哈佬爹地的訓練 非常之盡責 我們一起有良好的溝通 他跟我匯報馬的狀態和進度的時候 都當我入仓探望的時候 就更加會跟我講解馬的近方 講了那麼多話 那機會是怎樣 他說今次是哈佬爹地 在香港的處女下海第一場 他說馬早前的試襲走勢是不錯的 他希望會有接近的表現這樣說 希望會有接近的表現 各位師兄自己刷一刷他 講開又講羅富泉 清日有一隻精神威 今次又回來跑馬地 跑谷草九場二班一里的上陣 找來莫雷拉執薑 究竟這隻馬的機會 羅富泉六爺有什麼說 羅富泉說 精神威今次抹到莫雷拉 目標就是搶分 他希望可以跑到好成績 盡量去爭取打比那張入場券 他說上次精神威在谷草千八米 就跑到一個亞軍 今次縮下來一里 羅富泉就說 我都不是很擔心這個路程 希望他之前 曾經贏過 因為他之前曾經贏過同場的賽事 他說本身這隻精神威出閘反應 起步敏捷 他說精神威當然可以升任這場一六五零 這樣說 看回報名表 原來這隻精神威 就避免在星期日 和那隻超級綠洲同室操歌 今次精神威就回來谷草那裡作賽 而且抹到莫雷拉 至於投不投注這隻馬 各位師兄就自己定奪 講開又講 這隻四歲的新西蘭自購馬 精神威 在香港七戰四冠一阿一跪 他說跑一里以上 都是四戰全上名 現在平八十四分 羅富泉究竟為這隻精神威 要爭打比入場卷 當然是努力爭分 今次突然回來一六五零 而且配到莫雷拉執姜 六爺羅富泉 波麥的時候 就坦彈白白和大家講 他說希望可以全力搶分 這樣講 他說 關於精神威的部署 其實星期日 都有一場二班的田草千八米 可以選擇 但是我打算 給那隻扣女的超級綠洲 參與這一次 參與這個菊草的賽 為免星期日那場二班 就同失操歌 他說 因此 比快活谷更有根據的精神威 跑今場二班一里 至於星期日那場二班千八 就交給超級綠洲去搏 他說 希望可以贏馬爭分 入選打比 他說 無疑 精神威上次已經是慢到千八 但是他本身是有些前速 相信肅程的問題不大 這樣講 他有信心可以拿到佳職 小弟同身 在那個大駐輪飛那裡都講過 這隻精神威上一次 跟那隻超級綠洲一起 這隻精神威那些飛就幾厲害 跑一個PACE回來 那隻超級綠洲 就同一個馬房 反而那些飛數就很軟弱 這隻精神威是不是部署差 打比 各位都可以留意一下 當天那個飛數 啦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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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